大家好 欢迎收看沪港股市总结 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至到今日收盘为止港股的具体情况 承接隔晚外围股市下挫 加上A股今日急跌 横指即上日大跌超过400点之后 今日继续向下 邻近收市跌幅扩大 曾跌308点 低见26,553点 跌穿上周三26,573点的低位 鉴于两个月的低位 收报26,566点 跌295点或1.1% 国企指数跌幅更大 收市报13,252点 跌369点或2.7% 全日大市成交为1231.5亿元 仅较昨日多半程 维持偏近状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至到收盘为止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6毛5 中国移动跌1块1 建设银行跌1毛4 工商银行跌1毛3 中国银行跌9分 港交所跌4块6 中国人寿跌1块 有帮保险涨5分 腾讯控股跌1块1 金沙中国涨1毛 长河涨8毛 新红级地产跌9毛 九龙仓跌5毛5 中国海外跌1毛5 华润之地跌8毛5 中海油跌3毛 中石油跌2毛2 中石化跌1毛4 昆仑能源跌6分 中国神华跌5毛2 关注完了港股方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内地的股市方面 周二的早盘护质滴开后跳水于1% 盘中失手5000点后探地回升 金融 煤炭 核电股拉升 护质冲上5000点 而10点钟左右 护质冲高回落 跳水于2% 逼近4900点 临近五盘 护质正当回升 跌幅收窄 午后开盘 护质正当走低 盘中再度跳水 权重股受挫 提财股全线暴跌 护质跌近4% 失手4900点 临近尾盘小幅回升 在成交量方面 护士成交为8954.21亿元 升市成交为8053.77亿元 两市共同成交为1707.98亿元 再来看一下截至到收盘为止A股的具体表现 上证综指报4887.43点 跌175.56点 跌幅为3.47% 升城指报17075.93点 跌626.62点 跌幅为3.54% 沪深300指报5064.82点 跌156.35点 跌幅为2.99% 创业版指报3590.67点 跌105.36点 跌幅为2.85% 再来关注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情况 再来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情况 万科企业溢价6% 福耀玻璃溢价5% 中国平安溢价负的0.1% 工商银行溢价负的4% 招商银行溢价负的5% 关注完了股市方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继外电报道 深港通开通的日期将压后宣布 由于监管层在部分规则上未能达成共识 加上存在技术问题 内地将压后宣布深港通的开通日期 将令原本计划年底前开通的深港通出现变量 报道又指出 若宣布时间压后至8月以后 或令开通时间推迟至明年 按照港交所原本计划 深港通会在上半年公布 下半年正式开通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发言人就表示 政府与中央有关部委就深港通 及完善互港通进行了讨论 当这方面有决定时 会适时的做出公布 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因为技术问题 中央将会推迟宣布深港通的启动日期 主要是监管机构在部分规则上 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港交所部评论有关报道 重申得到监管机构批准之后 会公布深港通的启动时间 国际指数公司MSCI 未有把A股纳入旗下的指数 而复达环球投资总监罗西 就未有估计A股何时将纳入MSCI指数 但认为资产管理公司要做好准备 例如着手A股市场研究 罗西就认为 内地国企改革是推动经济新常态的主要动力 有助企业提升效率 他提到 现实并非出售港股的时机 未来会继续有资金流入港股 因为内地货币同财政政策正迈向正确方向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